你们好,今天是来到了讲故事的环节 今天蔡老师要和你们讲一个有关于毛毛虫的故事 你看毛毛虫,鼓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毛毛虫的故事,想飞的毛虫 为什么毛毛虫想飞呢?毛毛虫可以飞吗? 没关系,我们一起看下去 有一只毛虫在树上吃着叶子 真好吃呀,这叶子绿油油的 一只蜻蜓飞过来捉蚊子 抓了一只小蚊子 毛虫想,假如我有一双翅膀 我就可以飞去抓蚊子了 接着一只蜜蜂又飞了过来采花蜜 哇,今天的花蜜真香啊,好甜啊 毛虫想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 我也可以像小蜜蜂一样飞去采花蜜 吃那甜甜的,美味的蜂蜜 另外,两只漂亮的蝴蝶飞来玩游戏 哎呀,不要弄我呀,你弄得我好痒啊 来呀,你来追我呀 毛虫想,假如我有一双漂亮的翅膀 我就可以和它们一起玩游戏了 哎,为什么我没有长翅膀呢 毛虫想要学飞 它从树枝上跳下去 啊,一不小心,毛虫跌倒了 啊,好疼呀,为什么我飞不起来 毛虫的头上长了一个大青包 啊,我的头好疼啊,好痛 它大声地哭了起来 毛虫不再想学飞了 它造了一间房子 哎,我没办法学飞 我只好造一间房子 让自己待在上面 毛虫在房子里睡了很久很久 啊,好舒服啊 一天,毛虫睡醒了 它发现,嘿,为什么我的身上长了两对翅膀 啊,真漂亮啊 小小小的毛毛虫 而这只毛毛虫呢,太心急了 它想要快点学飞行 所以呢,在学飞行的 呃,路途上呢 它受了一些受小伤 可是呢,最后这只可爱的毛毛虫 它还是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 好,接下来呢,老师要和你们玩一个小游戏 来,手指伸出来 一只手指头呀,变变变 变成一只毛毛虫 两根手指头呀,变变变 变成可爱小兔子 三根手指头呀,变变变 变成蝴蝶的翅膀哦 OK,好了 老师今天要说的故事就到这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